昨天股市大涨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开盘公布的PMI的数据 超过了预期 不要小看这些数据 不管是官方的制造业 非制造业的PMI 还是财新的PMI 都是回到了扩张的区间 这说明是经济全方位的复苏 制造业的PMI 还创下了2012年4月以来的新高 如果我们看PMI的分项 无论是订单采购还是库存这些 2月份都是有显著的提高 最后这一项 生产经营活动的预期 环比是提高了1.9% 到了57.5% 是12个月以来的新高 商务活动指数里面 也是运输邮政住宿等行业 都是超过了60%了 再加上2月份的最新的数据 新房的销售也有所回软 这说明市场的需求在提高 信息也在持续的改善 不知道我上周视频里面提到的 那两位认为中国复苏不及预期的 大位分析师和经营经理 看到这些数据以后会不会改变看法 反正我对这些数据还是比较满意的 不过接下去 我们还可以专注看一下两个数据 一个是进出口 这个我预计不会太好 我会单独出一个视频来讲一下 还有一点就是我讲过的 就是现在我们国家的居民的存款率 现在是非常高的 和美国现在是两个极端 如果这块今年能下来一下 那对国内的消费将会 也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对国内的消费